大家好,我是依依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 好有生菜好吃的家产做法 掌握这个小技巧 做好的生菜颜色翠绿 不会发黑 首先准备两颗鲜鲜的生菜 切去根部 接下来按着纹路 把生菜一片一片取下来 然后放入池中 一片一片的在流水状态下 冲洗干净 洗好后放入盆中 再次清洗一下 洗净后 控干水分备用 接下来把蒜拍扁 再切碎 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一勺生抽 两勺蚝油搅匀 全部准备好后 接下来把生菜焯下水 锅中水烧开后 加入适量食用油 盐 食用油能使生菜油光发亮 再倒入生菜焯水 10秒钟左右 焯水时间不易过长 时间长了 生菜容易发黑 翻面之后 生菜断生 转轻后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接下来把控干水分的生菜 摆入盘中 颈部朝同一个方向摆放 摆好后 接下来开始调个料汁 锅热倒油 油热后再放入蒜末 改中小火慢炸 炸至表皮金黄 吃起来才会更香 蚝油生菜想要好吃 这一步很重要 炸至金黄后 再倒入调好的料汁翻炒 炒出香味后 加入水电粉勾芡 收汁至汤汁浓浓稠 关火 然后把调好的料汁浇在生菜上 好了 一道清脆爽口的蚝油生菜就做好了 这样做生菜颜色翠绿 蒜香味十足 非常的鲜美 口感特别的清脆好吃 做法还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转发 可以在家也试试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按下期视频